9天整前線一開播 還記得我說了什麼 我就覺得最近的行情 沒有錯了 每天都創立起新高 開心了 可是當你去看那些訊號 期貨 選擇權等等 說實在的 三個字難判斷 不相信嗎 來開架現貨 光現貨 昨天禮拜四 建成有說 只要外資的買盤 能夠每天都保持著 買百億元以上 就帶來加分 雷是兩天買百億 好一 好二 你看 期限選加總起來的金額 期貨還在做空 可抵不過這兩個 這兩天的金額 加總起來是正的 這個是期限選的金額 良好 但壞的來了 創立起新高 為什麼創立起選擇權 創立起竟然是往下掉的 有些時候 他是走在前面 你看當這個樣子的時候 就長不動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怎麼解讀 所以這個壞 但最後一個是看不懂 信友昨天漢偉有教大家 當創歷史新高的時候的大盤 正價差有一點點 是要擔心的正價差 可是今天又創歷史新高 我到底是要正價差的助長 還是逆價差的金金掌比較好 如何解讀如何判斷又是不懂了 貫中不懂的交給期貨政家 現在的一個期貨價差我認為是不好的 原意在 是正價差不好還是逆價差不好 這兩個昨天正16今天付9都是不好 為什麼 因為現在行情在走趨勢盤 在走多頭行情對不對 最好的狀況是怎麼樣 能夠維持在230點或340點的正價差 代表說期貨是領先現貨 對不對 價格一路往上拉 可是現在狀況是什麼東西 現在狀況是 外資一路在買股票 買全資股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期貨一路在空期貨 外資前進來買股票 期貨去做避險 這都是為了新台幣的升值 所以這邊你要注意到 萬一哪一天新台幣不再那麼強的時候 外資現貨的買潮可能會由買轉賣 等一下喔 有點恐怖耶 幫我來個白板好不好 我好像聽懂了 難怪楊總裁要說 2300萬的國人我們團結一起來 國人團結一起來 來對抗可惡的外資 如果照貫州口中的外資 錢進來台幣湧進20幾億美元 這幾天都是這樣 十幾億美元 錢會進來的台幣的總金額 如果今天只為了炒會的話 那就要聽懂剛剛貫州那番話 我開始來進行假設囉 因為他的現貨是站在買方的 買現貨 買了很多的全資股 我就寫了 比如說2330 大概成龍大哥會追囉 那現在大阪不是創的歷史新高嗎 錢重股當然會漲啊 大阪就創的歷史新高啊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賺到錢 YES有賺到錢 然後再來 可是呢 其他的股票我告訴你 我不愛的我就把它丟掉了 丟掉如果其他的權重股我不愛 那怎麼辦就有可能會打下來 因此呢我只好避險的部分 其貨如果大盤往下掉的話 其貨空單 我說這是大盤喔 如果往下掉 這不就大賺了嗎 所以這邊呢 如果有個萬一有沒有賺 有 因此呢 現貨一賺 其貨未來的二賺 賺到拿到手上是什麼 新台幣 台幣現在二十九二十七塊多了喔 那麼就可以換更多的美元 這是不是就是炒會的證明呢 請問一下 冠中你剛說的就是我的白板推論 對嗎 沒有錯 而且Purco Ratio值 我認為這今天喔 它掉的這個數值啊 還蠻大的 代表說有大戶喔 逢該逢高在做什麼東西 在Seqo 看不漲 看你上不去 所以我們再回到這個 期貨價差那一張 後續你要注意一個重點喔 不可以再出現大幅的逆價差 大幅是多大 可能在五六十點以上 那就會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外資在期貨 加空的速度變快了 哇 好精彩喔 觀眾今天講的真的很好 我開始幫您哲理一下 怕您聽不懂 我們就從逆價差這張來講起了 好不好 也就是呢 他說喔 昨天的逆價差 今天的逆價差 我告訴你都不好 觀眾的理由很簡單 如果現在呢 因為現在是走一個 創立指針高的趨勢 趨勢盤 換言之 趨勢盤就要發揮到 教科書膠的 期貨具有價格發現的功能 應該要出現 正二十點到三十點的正價差 期貨引領現貨往上漲 這才是正確的 可是日後的某一天 如果出現了 負二十點到三十點的逆價差 期貨一樣會拖累的現貨 往下貸喔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 重點二 因為期貨進口數的空單 來到了萬五以上 因為他發現到了 原來 PocoRatio值預告著 我們的內資 主力啦 大戶啦 內資法人啊 在倒股票 最聰明的外資 好像看透了這一點了 所以避險放在期貨的空單 PocoRatio值預告了 我們內資如果在倒股票 那麼未來的期貨 他的萬五口的空單 不就大賺了嗎 因此請小心 現在外資的錢 不管在現貨大賣 依舊終究結論是 炒 會 想 賺 錢 外資想法 冠州沒錯吧 沒有錯 好 謝謝您了 接下來要給您更完整的 那如果外資終究還是炒會一途的話 今天喔 今天的大賣 成龍大哥幫我從集中市場 外資投信買賣的方向抓一下 對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最近整個國際情勢 是對金融股有利 瑞涵在百分百裡面也有解讀過 這個十年期公債值率在飆高 對吧 已經超過一個百分點 所以金融股在美國股市是主流 所以外資今天買超金融股13檔 20檔裡面有13檔 我們插播一下好不好 美國各天級的公債 麻煩您盯著那個十年級的美國公債 成龍大哥不愧是專業 所以前線百分百 我告訴你跟看連續劇一樣 一天漏看 你就不知道我們講的重點了 1.08了 所以利率一飆高 金融的落後補賞機會來了 對 沒有錯 所以外資目前來講 他還是在做一個跟國際接軌的一個動作 那他賣什麼呢 雖然今天他買超這個金額100多億 那他還是有賣的 他賣什麼呢 賣前一陣子比較熱的原物料股 譬如說這個長榮 對不對 這些航運類股 或者說證券類股 這個群益證 統一證 這站在賣方 好 那想投信 投信最近買最多的叫什麼 聯電 你看聯電日月光 因為日月光這檔股票 其實過去大家都沒有注意 可是你會發現一月份 剛才很多專家有解釋過 一月份一路創高 而且這麼大型的股票 漲成這樣子是飛天啊 對 所以當然台積電的表現是很好 不過聯電 他十二月份才剛公佈營收 這個月增率三點八個百分點 感覺上的比台積電好一點 但台積電雖然衰退六個百分點 月營收 不過他是因為上個月十一月份太好了 所以他十二月份稍微掉一點 但是公司派也是說 這個都符合預期 跟大家報告 你看一下 剛剛陳榮大哥就在帶這個 投信跟外資都買了二三零三的聯電 都買聯電 前二十名當中 看不到二三三零的台積電 但台積電的數字出來了 麻煩陳榮大哥幫我檢查一下 台積電的營收漂亮 去年第四季跟全年都創新高 您怎麼解讀呢 對 因為他的月營收稍微往下掉 所以大家會說 那這樣是不是不太好 基本上他每一年都是這樣 他的高峰大概就九月十月十一月 然後到了十二月 就會有一些稍微下單 下太過了 稍微減一下 到了一月份就減更多 所以這個季節性的一個稍微往下掉 沒有關係 我們要看的是明年 就是剛剛趙欣有很多解釋到 展望 這個未來的展望 這個說二零二一年 這個很多的像明哲也有提到 他在什麼5G手機 高速運算 或者說像比特幣挖礦 這一些在二零二一年的都還會持續的暢旺 所以感覺上台積電不用太悲觀 所以您看一下台積電 禮拜四要召開法輸會 明哲剛也說了 外資現在法輸前 這是史上罕見的 台積電法輸前 以前外資都擠問擠問唱衰 到最後人家說得很好 就跌破外資眼鏡 既然今年外資調高它的目標價 台積電650 營收上看 那我們就盯著禮拜四的法說 成功大哥請上來 接下來的大盤 大盤半框看周K 這個禮拜大漲了731點 我總感覺就周K待會教一下 很不一樣 你看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都一樣 開在最低點 收在當周幾乎最高點 本周是真的最高 上個禮拜還差一丁點 實體紅磅叫做漂亮 而沒四季指標還在漲大 所以時高頻頻創嗎 今天的量這樣子不知道 您覺得會不會太大 還是可接受呢 兩個禮拜前 謝謝成龍大哥 他就暗示了 2021的元月份 會重新再來雄風再起 感恩您了 回到剛剛的半框 周K打幾分請說 好 我覺得這個周K一百分 一百 一百分 出天魁大哥大盤五十九分 好來繼續 當然各個專家 不同專家 我最喜歡這樣 我會把觀點講清楚 為什麼我當時講說十二月 你多看少做 因為十二月份所動的股票 不是重要的股票 動傳產股 半年前你會想做航運股嗎 不會啊 對啊你會想做嗎 可是十二月份好像你不做不對喔 對啊那個陽明都飆高 對啊還有什麼紡織股啊 蜘蛛人啊 對不對很多股票 你都會覺得說這些股票 明明我半年前都不想做啊 怎麼搞到十二月份 好像非洲他不可 我跟你講去年的十二月份 台股就在演卡通片 浩海王蜘蛛人 對啊 那大家不是最愛的是護國神山嗎 可是護國神山 在十二月份都休息 台積電休息了 好來我們休息一下日山山林給大家看 去年的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喔 來這個地方 哪有動到啊 對啊 連發科也是嘛 二次五次來 對對對 所以 過國神山都變成不山了呀 對啊 所以我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所謂的元月份重新來 講的就是什麼 主流的電子股 讚 主流電子股 真的啊 在元月份才開始動啊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的股票 那動起來以後呢 大家又發現 哎呀我之前買了太多的船產啦 現在呢 該到底要不要賣啦 航運股怎麼樣的 然後呢 眼睛又看到那個主流半導體 護國神山一直漲 到底怎麼辦 所以現在市場上其實偏保守 真的 因為沒跟上嘛 我沒有那些股票 我有的可能就是十二月份買 但十二月份都不漲啊 對我十二月中下旬 你才追買了船展 沒想到一月份怎麼漲電子 對 所以我今天要給各位一個 另外一個格局 我們的格局放大一點 謝謝你 第一個我先講 台股上漲無極限 無極限 你不要一直要去看 類似天花板在哪裡 危險訊號在哪裡 會漲到哪裡 那不就市場上說的 漲勢的時候不要亂摸頭 對 我舉一檔股票為例子 我舉一檔股票為特斯拉 好 我們看一下這一年的特斯拉 這一年的特斯拉 平創歷史新高喔 特斯拉呢 對 去年在這 2020在這 我這樣講 他從八月份 去年八月 對去年八月 半年的時間 他又從330 漲到816 這個是半年喔 又漲了一倍半 好恐怖喔 那更不要講330以前 因為他分割很多次啊 對啊 這個都是幾十倍的 好 那我現在問各位 特斯拉很重要對吧 電動車的龍頭 那你覺得特斯拉 在對全世界來講 特斯拉比較重要 還是台積電比較重要 全世界啊 對啊 全世界喔 對啊 你要我猜嗎 我告訴你全世界 台積電最重要 因為所有 特斯拉只有電動車啊 我們台積電是 所有所有的眼睛一睜開 看得到的東西 都要我們台積電的晶片 我的看法也是這樣 哎呀 跟你一樣 對不對 沒有台積電 F35不會飛 對不对 很多的什麼導彈飛彈 沒有晶片 漂亮 2330來 台積電今天580塊 580很吉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 非凡新聞台就在58台 這樣知道嗎 我發我發 所以 照你這麼樣的研判 那麼台積電的580 將不會 Q1 將不會是最高點喔 還有再高點 是不是這樣 對 而且不要去預設它的高點 這個給答案了喔 對 不要去預設它的高點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囉 因為大盤的本益比是22倍 現在台積就怕啊 台積電本益比24倍啦 比大盤來著高啊 有點過高 那這個我也不要怕囉 當然不要怕 你知道特斯拉本益比多少倍 多少倍啊 你知道亞馬遜本益比多少倍 亞馬遜是300多倍啊 特斯拉呢 特斯拉更大啦 因為它沒有什麼賺錢啊 對耶 它是靠賣那個碳權來賺錢的 我們台積 特斯拉998倍 對啊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什麼叫格局 就是說我們常常在看美股 那為什麼你沒有去想說 我們台股 為什麼萬點就是天花板 那人家美股呢 有在用什麼 它20年前 30年前的高點 當天花板嗎 沒有 如果你有機會看一下 道琼的30年走勢 道琼 30年 用月K 如果我們說道琼30年前是天花板 30年前道琼才11600點 現在是31000點 對當時的天花板在這 結果沒想到又有天花板 又有天花板 觀眾朋友 好那我講台股 台股30年前叫12682 12682 對吧 12682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頂多一萬五千多 對一萬五而已 有多一倍嗎 沒有沒有 連一倍 連三成都沒吧 12682乘上一倍乘二 那就是兩萬多耶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看美股 那你怎麼沒有想到 我們的台股有一天 會這樣脫江的野馬 所以呢 既然都看了道琼的30年 來看大盤 台股的30年前 現在崇洪大哥說格局要放大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要從30年前找經驗 好 好 那我們都在講12682是高點 那你知道12682 以前是漲怎樣嗎 我們只有聽炫哥講過 對吧 因為炫哥資格夠啦 但大部分股市的操作人 到現在為止 你沒有看過30年前 從1000點漲到12682的時候 我要講這一段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台股不是沒有像 美國股市脫江野馬的時代 有 是12682之前 從1000點怎麼漲到12682 天啊 有耶 好 那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一段 因為這一段上漲的格局 跟現在是類似的 真的喔 當時的新台幣 從固定匯率1比40 升到1比24點多 嘿嘿嘿 對不對 對對對對 好 那當時還沒有外資吧 沒有啊 就只有我們台灣人吧 對 對 對 我們的最大成交量還可以最高到2000億 我跟您報告 那時候還在操黑板的時代呢 好 那這個呢 我這樣講 1000點就先漲到4000點 嘿 直接先漲4倍 這邊4000 4000下來變2000 我講的是大概數字 百位數我都取掉 好 2000又到8000 喔 4000 8000 這樣又4倍 對不對 這樣4倍 這樣4倍 哎唷 對 再下來呢 就大概這個4000多 好 然後後來到12682 這裡又有3倍 對耶 你看 是不是 14000 4倍 4倍 3倍嘛 然後後來才掛掉嘛 所以台股曾經倍亡倍數過耶 對啊 那我們現在12682的1倍是多少 25000多吧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跟你講說 台股會漲到25000 你會說我是瘋子 我不相信啦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為什麼我們台北股 是不能來漲個五成或一倍呢 我們明明有這樣子的條件 我們現在的新台幣 不是也是一直升值嗎 全世界靠我們台積電 全世界不是靠美國的特斯拉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30年前我們只有漲一個什麼 金融股加資產股 對 金融股也是資產概念 當時我們一家 譬如說本土的銀行 它的總市值是當時外商銀行 五家的總和 可是本土銀行賺了錢之後 人家外商銀行的5% 所以你看 它是可以飆到這麼誇張 好像我們現在的台積電 我們台積電還可以算本益比 對對對 人家那個時候 30年前那個 那個是沒有什麼本益比的 都本盟比 我們現在台積電 還可以算本益比 所以成文大哥 我要進廣告前 先要個答案囉 你看喔 因為我要讓成文大哥的複製 繼續延燒到2021的今年 當時台幣從固定匯率40塊到24塊 現在這個不要輕喔 幫我秀一下台幣的月K好嗎 台幣現在是當時沒有外資 30年前沒有外資 現在台股有外資 35來回到剛剛那邊喔 現在的複製 是不是從台幣外資熱錢來了 35升到27的這樣個複製 所以錢來就有辦法倍數掌 對啊 沒錯喔 為什麼央行要信心喊話 因為他就是互到沒有什麼力氣啦 應該是說要國人團結 對對對 所以你覺得央行 楊總才今天的這番話 比有雄外之音對不對 對沒錯 好來 先請回座 不好意思喔 因為今天從大哥空了一個禮拜 1月1號特別放假嘛 他沒有來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讓大家 把大盤他打100分耶 我不用讓100分的人 把他講清楚嗎 回到現場之後繼續搜羅 因為回到這清掉囉 他的字卡 30年前的大盤 這個已經講過囉 台股上漲不要摸頭無極限 30年前找到的經驗 我們曾經也四倍三倍這樣漲過 所以還有三大點 回到現場還有第二大題 這個大盤 從大哥把它收尾 第二大題就是散戶 如果這個時候您賺的並不多 沒有隔壁的陳阿姨多的話 或者是說怎麼陳阿姨賺了 百分之兩百 兩倍了 我還被套 因為我追傳染 追在去年底 那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 如果您是這樣的話 只代表散戶你我好可憐啊 我們又淪為散戶的宿命了 永遠都只是賺少賠錢被套 我可以在2021擺脫宿命嗎 可不可以我想要啊 崇龍大哥教會您擺脫宿命 那一jo 先營戶 如果你心疏忽